戈、黑露、韓名、非的愛, 跪蹩拍攝 你這個全面屏 這個國內手機 Opple Vivo 華為 小平 早就做了 你做了這個瀏海 然後 iPhone X 有瀏海 然後國內那個小米的Mix 還沒有劉海 還更漂亮 反而是很多人開始在推特上面說 蘋果不是全世界最創新的智能手機品牌了 科技很多 中國的智能手機已經做出來了 所以看到這個是慢慢發展的趨勢 但是我們在海外 老外還是一樣 我們這個刻板印象 Main in China 代表什麼 代表是抄襲 代表質量不好 代表便宜 但是我們國內這麼多伙伴 我們知道這不是事實了嗎 國內的這些硬件 這些互聯網服務 早就已經領先矽谷了 很多時候會給抄我們國內北京 深圳各地的創新 所以要怎麼辦呢 要怎麼改變老外對韓國 日本人 美國人 或是對Main in China的印象 就是需要大家一起在推特 或是其他的美國平台上面 一起說中國正確的品牌的印象 觀念是什麼 來慢慢的流轉的形象 因為我們知道 剛剛已經說了 我們的出展廠商這麼多質量的提升 缺乏的只是說一個中國正面的 符合實情和事實的一個品牌 我們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的 在今年的參展裡面 你覺得對你自己印象深刻的中國的品牌有哪些 中國科技工廠 對 因為我們自己比較住新加坡 不太能夠實際看到國內的這些科技產品 我看到國內的這個 consumer electronic 家電 電視 但是我們在新加坡你會覺得 就是這個LG 擔心做的這個智能電視特別好 對吧 然後這次來的看到海信 這些這個Sky Wars 然後我們看到你們同事 新加坡來同事都經歷帶了對吧 吃完飽 這個叫wall paper 放在牆上 我覺得這是非常厲害 然後非常多的這個 符合世界潮流的 我們看到可以跟 其實最大一個區域就是智能家居 然後很多的這個speaker 不管是這個Google Assistant 還是Alexa 都是CES的主題 那您剛剛提到說為什麼這個 關注度沒那麼高 因為其實沒有太多全新的科技在內 這一次目前還沒有什麼全新的科技發布 所以可能關注度沒那麼高 然後但是看到國內的品牌 它知道說我要出海 我們常常做一個很有趣的統計 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 國內市場 內需市場對吧 但是其實中國人喝一杯啤酒的時候 全世界喝了四倍 就是你國內做的再大 海外市場還是比你更大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了解 中國的市場很大 但是別忘了海外 你要做這些智能硬件的時候呢 語音很重要 我是念語言的 所以我知道 我們以前真的英文老師 都跟我們說 哎呀 你們非常幸運 全世界最難的語言是中文 所以說我們在做智能家居的時候 我們得說話對吧 中文特別難搞 中文搞好 但英文搞不好 你沒辦法出海啊對吧 所以說你在做智能家居 智能硬件的時候 怎麼樣能夠把你的這個 語言的這個 人工智能跟這個 海外的這些 Alexa Google這些比較 這是我們非常關鍵的一個重點 如果我們不搞英文 就搞中國 那我們就在國內吧 那就是一杯啤酒 和四杯啤酒 所以我非常建議大家能夠 例如中國放在海外 我也常常分享一個例子 就是 美國的這個好萊塢文化 我們都知道 怎麼能夠在那一百年獲得很大的成功 因為它有一個很大的本國市場 所以它能夠做很大的投資 做出高質量的這些 電影也好 美劇也好 外輸出 他們文化對吧 我覺得在十年二十年內 國內中國有這個 軟石類硬石類的輸出 用一個最大的本國的市場 我們能夠做最大的投資 我們看到很多的這個 硬件也好 共享服務也好 都發展的這個資金的募集 都比海外更快了 怎麼樣在中國 站穩之後 進攻世界 說一個好的品牌故事 我覺得這是 中國在很快能夠成為世界 第一大經濟體 必須做的事情 那從你的角度說 每個企業 它的確是要在不同的市場 都要有不同的做品牌的 這個意識和方式 推特大家也知道 中國發生了很多事 總之就在中國不存在 你有什麼方式 讓推特在中國多刷點存在感 推特有沒有計劃 在中國復國 復國的話 沒有錄像 復國得我啟動 不過基本上我們在新加坡 有一個非常大的團隊 專門服務中國客戶 我們在今年開始 也會在香港 辦公室增加人手 會對深圳廣州的 燕南發行業提供更好的服務 我們主要的目標 還是協助國內企業出海 至於說 現在進中國也晚了嗎 你進中國也打不贏 我也是微不微信了 我們還是主要在海外的優勢 這些歐美日本市場 怎麼樣 幫助我們的國內企業 在這些海外市場 了解在地文化出更好的 絶絶氣的這些類似故事 我突然覺得 怎麼會有一個頭條就誕生了 就是推特承認進中國也打不贏微博微信 不好意思 我是標題打 但是這個話題我覺得還是很值得討論的 其實就是現在都在講中國公司和海外市場的關係 然後也在講海外公司怎麼進中國市場 但是說來說去好像都覺得 好像中國市場和海外市場都是 是兩個不同的市場 但是實際上中國市場應該是全球市場的一部分 但這樣子對中國企業來說有什麼樣的一些啟發 就是說 什麼樣的這個中國公司 它能成為全球化的公司 它能成為全球化的品牌 尤其是對中國的科技公司這一點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科技公司很多人是技術出身 它不是很懂得市場怎麼去做 然後更加不懂得溝通 尤其是還有這種旅行障礙的時候 怎麼跟海外更多的這個市場的溝通 就是中國企業這一點上的全球化怎麼來做 對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因為在國內的話 我們絕大部分的這個Cofounder那些創始人 也好很多都是工程師 全世界可能最優秀的工程都在中國了對吧 但是很多時候這是一個Stereotype 這不見得都是正確的 但是我們知道工程師能夠寫程序 能夠做產品但不見得能說故事 它是跟我們剛剛說的一樣 但是你知道蘋果 怎麼能夠在全世界的科技產業獲得這麼大的成功 除了產品做得好之外 在賈伯斯很能做故事對吧 所以說怎麼樣把你好的產品包裝起來 做一個很好的故事是非常非常重要 是國內的確需要做更多的 那其實我們看到一個很大的趨勢 就是其實因為國內這個互聯網這些新創產業的發達 很多這些海歸 他們其實現在歸谷也不容易 或者要募資這個華人在歸谷要拿很大的資本 然後要做Start-up 其實沒那麼容易了 反而你回北京回深圳機會更多 所以我們有非常多的這些有海外國際經驗的人才 其實一直在逢中國真的是海歸了 所以說怎麼樣吸引這些有海外 充分了解當地文化的人能夠加入我們的團隊 產品也好 更多的是怎麼做marking 怎麼做storytelling 怎麼做公關 怎麼做行銷 怎麼做營銷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有充分的這個人才 從海外的經驗能夠帶回來這些海外營銷的經驗 能夠跟國內的這麼優秀 所以說我們的硬件已經是世界一的水平 所以說怎麼樣把這些說故事的人才帶來中國 是很重要的 又有一個標題誕生了 Twitter認為中國的硬件水平已經世界第一了 好 接下來在座的各位朋友 誰還有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 我讓給在座的來的嘉賓朋友 有沒有想提問呢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就最後一個問題 咱們做一個總結 你怎麼看明年的CM的趨勢 可能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你的期待是什麼 還有對中國公司的建議 我覺得我當然我沒有這個 能夠預測未來的水晶球 剛剛那個聯想劉總都說了 他不知道 然後我肯定更不知道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CS下一個展開是什麼呢 是NWC 我們很期待看到很多5G技術的發布 當然這需要一點時間 能夠成熟能夠估計 但是當5G的技術 我們知道這個速度非常快的 一秒可以幾個G的下載上傳 對吧 當有這個5G的技術的時候 很多剛剛提到的問題 都能夠解決 譬如說剛剛這個智能汽車對吧 這個高清地圖 這個內存需要很大 但是當我有5G的時候 我隨時下載 我不需要再負容量了對吧 或者我們這個區塊鏈能夠 處理的速度更快了更大了 所以說當這個移動互聯網的速度 能夠得到5G的時候 明年的這些我們今天談論的智能家居 那些智能汽車 這些各種區塊鏈 只會有更加快速的演員進化 所以我覺得很期待看到 NWC有多少的那些 運營商也好 我們看到華為 日本的這些電信 他們都純純運動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是 能夠高速加速 我們現在看到所有 硬件軟件進化的一個非常關鍵的技術 O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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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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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姑娘 謝謝姑娘 你們進行咖啡 謝謝 聽別倡星期間